比這大浪打上來 而且海水翻過了堤防 嚇得岸上所有的人 驚慌奔逃 地點就在夏威夷西岸 位於大島的柯納海灘 這對新人原本在海岸邊 舉行浪漫婚禮 沒想到才進行到一半 突然出現的巨浪 差點毀掉他們的計畫 幸好這波大浪 只讓部分賓客受了驚嚇 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新浪官校說 這場意外 應該會讓每個人 永遠記得他們的婚禮 我們沒有失去 我們沒有失去 或是我們婚禮蛋 我們一直走 如果有什麼事 就讓大家比較近 我的天啊 世上就在婚禮會場附近 巨浪甚至吞噬 一整排別墅 排水倒灌 還把鄰近餐館淹沒 餐廳老闆說 店裡的一切 就在短短幾秒內被摧毀 像在一個津波影片 它就像在一個津波影片 它就像在一個水中 淋上了房間 然後就一直推向 直到前面 夏威夷官方表示 這波大浪高度 達到七公尺 是熱帶風暴引起 規模堪稱是 25年來最大的一次 婚禮遇上災難 還出現在巴基斯坦 這艘載有一百多人的 婚禮派對船 在河中翻覆 造成數十人死亡 尽管包括新郎在內超過六十人獲救 不過還是有數十人下落不明 這起意外也讓他們的喜事 瞬間成喪事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